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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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 Kiki 你好 我想請問你一下 你來Nottingham這裡多久了? 我來這裡應該半年了 你是念什麼科系呢? Information System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好 那想請問你一下 在你來這裡之後 你覺得無論是這座城市 或者是這個大學 給你最意想不到的驚喜 是什麼? 如果說驚喜的話 我覺得一剛開始來的時候 最讓我 就是比較 shock的是 這邊的環境是真的很好 就是 很適合 居住的環境 因為我本身就不是很喜歡 像倫敦那種很嘈雜的環境 而且最旁邊還有一個 很著名的Walenton Park 所以其實你 讀書累的時候 或是你平常的休息 你都可以去跟別人一起去 散心啊什麼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很意想不到的事情 是我沒有想過說 在研究所的時候 學校會給那麼紮實的課程 像我們的 那個 course裡面 我們除了lecture之外 老師還會自己加很多computing 跟一些sibinar 什麼的就是 而且老師還很 熱於去幫助學生 就是 他會自己 設定什麼 一對一的教學 或是你可以自己去跟老師 預約時間 去討論 不管是 學校 學習的事情 或是你生活上的問題 嗯 所以你們都不會發生 找不到老師這種事 對 其實我們幾乎都是找到的 而且 反而是老師會主動 會說 老師會開就是 open的 open workshop 或是open的時間 讓你們去 就是跟老師 就是老師就坐在那邊 然後你就可以隨時 要不要來 就自己決定這樣 好棒 好 那再來我也想請問你就是 來這裡念書之後 你覺得 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或是說你覺得 你來這裡之後 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對 來這裡之後其實因為 跑了很遠才在這裡 然後 我媽媽其實跟我講說 她這輩子 沒看過我這麼認真在念書 對 感覺這邊的學術氛圍 比以前還要更加 讓人家融入 而且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有一種 讓你往前進 就是往前去努力的 few 對 然後 來這邊還有一個我覺得 學到很多事情是 在 我原本國家 在台灣其實是很少會 結束到不同 國家的人 或是不同國家的事情 尤其是我們的媒體 也沒有那麼強調 就是我們的 整個環境下 比較偏向我們的世界觀 沒有那麼的 其實有點小狹隘 因為我們就是 本來就不是一個很 是全球化的國家 對 所以其實來到這邊 我其實認識了很多不一樣的人 像是很多 非洲人或是印度人 真正認識那個國家的人之後 然後重新認識的這個國家 就會學到很多東西 尤其 在面對任何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會做 議題上的討論 不管是學 學課業上 或是生活上 對 就是 我們會去發現說 有很多事情 大家會有不一樣的觀點 尤其是你會覺得 哇這個人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就會覺得很酷 對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後來發現出來念書的重點 其實不只是念書 而是 你出來之後 你要怎麼去 在這個 很高壓力 因為其實 念一年是蠻壓力的 但你要怎麼去找出 你人 就是你怎麼生活 還有很多 還有一個 你在想家的時候 去怎麼面對的時候 是一個 很蠻大的人生挑戰 而且是 你會去重新反思自己 人生的 就是意義 或是你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對 然後來這邊的時候 大家除意都會進步喔 很棒 好 謝謝Kiki 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